大家好,我是格子,玩草缸的朋友都知道,过滤还有光照是非常重要的 但有时候我们出差或者有事,或者带孩子去旅游,好几天不在家,这过滤必须得开着 但是这光照如果不开着,就会对这个植物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而对这个草缸的生态造成一定的危害 那我们也即将出远门了 然后昨天我买了一个定时开关,我给大家看一下 只要插上就可以定时定点的,开灯还有关灯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定时开关就是这个 现在是11点57,我设置的光照是每天12点到下午6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手动开关 只要把手动开关的插箱插到自动开关上面 它就会按你设定的时间自动的开关了 那一会儿大家稍微等一会儿,等12点的时候,这草缸就自动开灯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11点59分了 快到这个12点了,咱把镜头挪到上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好,大家看到了吗,我没按吧,它自动就开开了 这个就是定时开关 你看这块12点的时候,它自动就开了 到晚上6点的时候,自动又关了 这个当咱们不在家的时候,出远门的时候,或者带着孩子旅游的时候 就可以保证这个每天定时定点的光照了 因为定时定点光照呢,对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啊 生长啊,还要维护这个草缸的生态呢,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可以踏实出门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鱼神呢,一周不喂,十天不喂,鱼都不会死 但是过滤一天不开啊,光照啊,一天不开啊,都会对草缸呢,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有了这个定时开关呢,我们就省心多了啊 走到哪儿啊,都不怕了 好,那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定时开关有用吗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向我交流 喜欢就关注隔的,关注隔的